在太阳系中,哪里的黄金最多?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太阳系中的黄金是从哪里来的。 根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我们所处的宇宙诞生于大约138亿年前。 在刚开始的时候,宇宙中只有非常氢的元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氢和氦。 而像黄金这样的重元素在当时的宇宙中根本就不存在。 在接下来的实践里,宇宙中的物质在引力的作用下开始凝聚, 在物质足够多的区域就会逐渐凝聚成一个个巨大的天体。 当它们的质量增达到一定的程度, 其核心的物质就会因为其自身的引力坍缩所造成的高温高压而发生核聚变反应。 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从此成为一颗颗闪亮的恒星。 所谓的核聚变反应是指较轻的原子核, 续合成较重的原子核。 例如,氢可以聚变成氦,氦可以聚变成碳。 由于引发更重元素的核聚变,就需要更高的温度和压强。 因此,只有那些质量非常大的恒星,其核心区域才可以具备足够高的温度和压强, 进而启动一轮又一轮的核聚变。 聚变出来越来越重的元素,如氧、奶、鎂、硅等等。 当然,当核聚变进行到体时,就无法继续了。 这是因为体的核聚变不会释放能量,反而会吸收能量。 因此,当恒星内部的核聚变进行到体的时候, 其内部就会忽然失去抵抗, 其自身重力的能量,于是恒星就会迅速探索。 与此同时,恒星核心物质中的电子会被巨大的压力压入原子核, 令而与其中的质子结合成中子。 这些中子与原子核中的中子紧紧挨在一起, 形成一个以中子减变压支撑的致密核心。 当恒星外层的物质以极高的速度冲击这个致密核心时, 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 这也被称为超新星爆发。 很明显,黄金是比铁定重的元素, 因此黄金并不是恒星核聚变的产物。 实际上,语论中的黄金来自于另一个核反应,中子孵活。 所谓的中子孵活,是指较轻的原子核与中子发生碰撞, 并形成较重的原子核的反应。 在中子孵活发生后,原子核通常会变得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会发生β衰变, 具体表现为原子核类的中子变为质子, 所以使其原子叙述增加。 比如说,如果一个体56原子核俘获了一个中子, 那么它就变成了体57。 其中原子核内部的一个中子发生β衰变后, 其原子岁数就会增加1, 于是它变成了估57。 一个较轻的原子核, 想要通过中子俘获, 形成像黄金这样的重元素, 就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俘获大量的中子, 这也被称为快中子俘获。 与我们所知, 在宇宙中只有这两种情况, 可以提供这样的环境。 一个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超新星爆发, 另一个则是中子星碰撞。 顾名思义, 中子星就是主要由中子构成的星球。 它们其实就是大质量恒星在发生超新星爆发后, 留下的致命核心。 当两颗中子星发生碰撞时, 同样会发生猛烈的爆炸, 大量的中子会因此而抛出, 在失去了重力的舒服之后, 一部分中子很快就会衰变成质子、 电子以及中微子, 然后形成一些较轻的元素, 其中会发生核聚变反应。 在此之后, 快中子俘获就会发生, 进而形成大量的重元素, 而黄金就是其中之一。 以上就是宇宙中黄金的形成过程。 据此,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 太阳系中的黄金, 当然也是来自于超新星爆发和中子星碰撞。 太阳系诞生于大约46亿年前的一片巨大的原始星云, 在这个时候, 宇宙中早已发生了不计其速的超新星爆发和中子星碰撞, 它们产生的黄金已经扩散到宇宙各处, 因此在太阳系诞生的原始星云中, 也存在一定数量的黄金。 从整体上讲, 这些黄金在星云中的分布应该是比较均匀的, 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 在太阳系中, 太阳上的黄金是最多的, 毕竟它占据整个太阳系, 大约99.86%的质量。 那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2014年的时候, 科学家就通过对太阳光谱的分析, 确定了太阳中的黄金含量, 其比例大概是每一万亿个氢原子, 就有八个基原子, 据此可以估算出, 太阳上的黄金高达2.34乘以10的21次密千克, 也就是234亿亿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这样说吧, 如果把太阳上的黄金全部挨塞出来, 并堆成一个立方体, 那么这个立方体的边长就有大约495公里。 作为对比, 在太空中运行的空间站的轨道高度为400公里。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把这个立方体放在地球表面的话, 那么它的高度将比空间站的运行轨道还要高大约95公里。 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 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 远没那么简单。 若人类消失百万年后, 外星人来到地球, 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 假如飞船以一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 能飞出宇宙吗? 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人类到底来自何处? 让人类汉原的高级宇宙文明, 它们到底在哪里? 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0%。 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 来吧关注本频道, 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 字幕志愿者 看着出宇宙之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